阿什利·科尔,英超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这哥们不仅有着辉煌的人生 还有着让人羡慕的情史 比如说,他和谢利尔的婚姻就让无数人羡慕 可是这家伙就是不好好珍惜 科尔和男族民宿范志逸为何会有联系呢? 一个是鼎鼎大名的国际球星,生涯收入上亿 一个只能在中国足坛的三分地上威风 为何科尔当年会给范志逸差钱赚钱呢? 事情还要从2000年说起 2000年,范志逸效力于英甲的水晶宫队 那时候的范志逸是国内球员刘洋的巅峰 他担任着水晶宫队的队长 妥妥地球队老大和后防核心的地位 2000年2月,20岁的科尔和阿斯纳签约 这也是科尔生涯的第一份合同 因为实力的问题,科尔被租借到了水晶宫校里 初来乍到,20岁的科尔要如何在水晶宫站稳脚跟呢? 显然和范志逸出好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当年的科尔名气远远不如范志逸 作为球队的新人 为球队老大整理装备 擦擦球鞋几乎成为了各大联赛的常态 这样的做法 一来可以让自己站稳脚跟 二来,通常新人提供了服务 球队老大也会给出相应的小费 这对于当时收入并不高的新人们来说也是 赚钱的一种方式 让未来世界第一左后卫给自己擦鞋 这事也够范志逸炫耀一辈子 不过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也能看到欧美球员对于自己的很近 在水晶宫打下手 这样的经历更加刺激科尔苦练 他渴望成功 在水晶宫效力期间 科尔出场14次 打进一球 他强硬的表现和不要命的防守 也让阿森纳在 两个月后把他召回 科尔也慢慢地开启了他辉煌的生涯 是的 欧美的球员为何更加容易成功 因为他们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去追求更高的目标 这一点也是我们男足最欠缺的 当然 这也不完全是这些球员造成的 某种情况 当下中国足球环境 也要负很大的责任 比如说 男足这些水平一般的家伙 一旦能够进入中超 上百万 数百万的合同就合完一样 既然能够轻松地赚到钱 这些球员又如何可能走出舒适圈呢 所以 某种程度来说 献心是必要的 甚至咱们球员的薪水 应该和表现直接挂钩 否则 球员很难愿意走出舒适圈 我们也很难拥有像科尔这样的巨星